字幕志愿者 李星議員 這邊很熱鬧喔 二十幾年前這邊 我已經來到二十五年了 這邊以前很熱鬧 戲演有兩家戲演啦 然後對面有一家藝街 還有胡適街都是在我們這裡附近 那時候真的是桃園真的 很多外縣市都在這邊看 因為桃園的戲院真的是多到很有名的 大家以前都會講這邊是桃園的西門町 就是這邊真的是非常熱鬧 要過年或是說什麼節日都來這邊看電影 所以那個最早期戲院的那個樣子 我覺得是很懷念的 大概在30年前那個那個 那東西沒有抓掉以前這邊很熱鬧 火災好多年都沒有蓋 然後現在也蓋了大樓 可是這個地方讓人家感覺還是很落後的地方 五年前那個強烈颱風 那屋頂整個就被掀掉了 之前之前就是都沒有弄啊 就是有點破爛的感覺 然後後來他們就是 圍起來了嘛 圍起來之後我們也沒有在看裡面啊 所以我不曉得他在幹嘛 這個桃園駿民股統治組合倉庫 原本是農會倉庫 然後在歲月的摧殘下 其實裡面的結構啊樣子啊都已經被毀損了 然後所以在地方紋石工作者的眼裡 看到會感到非常非常的心痛 說明著很希望這個地方 能夠有機會被好好的活化利用 那在地方紋石工作者 像陽明一街實驗工坊的提報底下 然後以及政府有聽到地方的聲音 所以他在2017年的時候就被指定成為歷史建物 那桃園農會的這個倉庫呢 其實它的規模算是比較大 也就是說它有三個倉庫 我們現在把它再利用為這個實驗劇場 也某種程度來講是符合這個劇場的功能 那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知道複合的牆其實它有吸音的效果 那另外的話 其實它的這個門是木造的門 那外面再是一個鐵皮的門 那因此在我們規劃它利用為這個實驗劇場的時候 其實功能性是很符合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想要把這個倉庫轉換為一個實驗劇場 也就是說桃園其實我們在南北兩大的這個 藝文的中心 包括桃園展演中心以及中立藝術館 是沒有實驗劇場這樣的功能的 那因此我們希望能夠補強 在桃園的這個劇場運用上的一個實際的需求 因為我們桃園區裡面的空地已經非常少了 所以說呢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因為它這個是古蹟 那麼古蹟不能拆掉嘛 我們重重的開會 我從來我在推廣任何一個建案 只有這個地方那個會開最多 也對就是這個最主要就是說 也是最仔細最詳細的 畢竟它是一個古蹟 我們希望能把古蹟的文化就是說 繼續讓下一代傳承下去 我們希望能夠藉由改造之後 所有的活動 所有的經營方式 能夠打破我們傳統這個 舊有倉庫的一個落寞的空間 能夠來活化它的使用率 讓消費者 一般民眾能夠來常常來這邊參觀 或接受或者來採購農特產品 這個米昌劇場的隔壁 我們是希望藉由兩者可以來做一個結合 那麼在劇場的展演當中 我們可以來提供所有的一些 除了優質的農特產品以外 我們希望能夠提供消費大眾 一些像咖啡 蔬果等這些可以零食的部分 跟這邊做結合 後續我們還可以規劃 只要在這邊來參加活動的 我們有提供什麼樣的優惠的方案 等等措施這樣 桃園開始有一些場館的活化之後 其實慢慢地是發現 這些場館的再利用 比起你去重新興建了一個大面積的場館來講 它有更多的一個歷史文化的底蘊 那其實在這樣的場館的運作中 它有更多既有的素材跟它的 可以算是資本吧 去做跟這個城市的連結 所以這樣的場館 它可能或許有它空間上機能的受限 但這個場館其實更跌定於這個城市 對 那舊城就慢慢地出現 非常多這樣的一個可能性 對 那也慢慢地串連起了車站 廟前跟廟後 尤其是米湘劇場 因為車站周遭有偉道院景館 也有大廟口派出所去介紹這個 過去繁華的時代脈絡 對 那也包括了像是新住民會館 去介紹桃園的多元文化 那也包括了七七文丁 它其實是見證了在 在車站周遭過去一個行政中心的一個歷史痕跡 對 所以各自的場館都有各自的一個定位 對 那透過這個一個一個場館的鋪疊之後呢 它其實慢慢就形成一個 人 就是對於一般民眾 或對於觀光客來講 他有徒步想要去串連這些場館的這個想法 而不是過去說 蛤 我要花個二十分鐘 走到那裡 就為了看那個館 然後我就要再走二十分鐘離開 對 大家會不願意 但如果說你是一個徒步非常輕鬆的狀態 你就可以在這幾個館群之內 就是去行走的話 我覺得是非常適宜我們在城市裡面 用徒步的形式去串連的 因為桃園目前有很多大型的場館在做建設 所以其實身為一個在地的劇團 其實很清楚也很期待 桃園可以有一個比較小型的場館的出現 所以這個米昌劇場 看現在這樣子的形制 感覺起來它會是一個很適合做實驗型的展演 然後跟比如說是跟觀眾很靠近的 距離很近的單人的solo秀的演出 所以我自己也很期待透過這種 創造不同觀眾數量的這種劇場的誕生 可以有一些新的節目的產生 對 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在米昌的整個桃園區 在民國八十年代的時候 其實是戲院最多的 總共有二十五間戲院 同時在桃園區 大家可能還來想像 可是也是因為這麼多戲院 你可能可以大概感受得出 這個地方以前真的是非常非常熱鬧的這樣 其實以前這邊有自己很多的戲劇 電影的脈絡 都一直在桃園老城區這邊發展 那現在呢 我們有一個新的米昌劇場即將開幕了 那我們對於這個米昌劇場 會有什麼樣的期待 有什麼樣有趣的東西 有可能在米昌劇場發生 那我們會帶大家 從舊的一直慢慢走到新的 也對等於是從舊的東西 帶到對新的東西的一個期待跟嚮往 這樣 請使用 米昌劇場 正式開幕 好 我們國優座的夥伴也一起來 好 非常的熱鬧喔 這個劇場真的超棒的 而且今天還滿幸運就是可以參與到 那今天這個劇場很適合孩子 讓孩子知道說原來身體可以發出這麼多 這麼棒的音樂 對 希望孩子也可以有這樣的機會 可以參與到這樣的劇場 我覺得今天的戲很好看 竟然能用聲音來當樂器 我也覺得那些演員好厲害 可以那麼配合的演出 我覺得很好看 聽了很多歌 我都很喜歡 謝謝大家 我覺得挺新穎的 因為他用歌仔戲的方式 然後加上現代的劇 然後去把我們這些人 然後帶了走了這一些 桃園的那個老城區的看到的文化等等之類的 雖然說在老城區的部分 就是這一些戲院已經都沒落 甚至可能變成現在的建商 可是其實他還是有他的文化味道的存在 對 那甚至說把我們後來帶到這個 敏昌劇場的部分 那你也可以看到說在這邊 然後其實有一些比較新的東西 然後有新的發展 然後一樣注入這樣子的文化的氛圍 在這一個老城區的地方 我覺得挺好的 這次這個戲劇我發覺還蠻奇特的 因為就是沿路這樣演過來 然後把一些歷史蠻感動的 這些演員還有這些都很用心 在找回我們小時候的記憶 解釋一下 抹爍 B 很棒 Ghê 我剛看到更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活动 有剧场 有什么 那当然会比较好 那个比较热闹 人来的比较多 那如果说有这样的 那个有些活动的话 有些那种可以看的话 我觉得很棒的是 我可以介绍他们来这边走一走 我就觉得说赶快把它盖起来 然后让我可以跟人家炫耀 说我们桃园也有这么棒的地方 不是只有台北才有 约会不用去约台北 你来桃园找我 我带你来这边玩 这个再生这个米苍剧场 这个可以活化 我觉得带动了我们桃园市 的这个艺文气息 可以让它的提升 因为我们像我们现在 有很多的桃园有很多 这个再生计划 都非常的一直在提升 我觉得有多增加了一些剧场 让我们的社会 让我们桃园市 可以更加的活络 这样子 那在桃园这边米苍剧场 它可以就是可以发展 更多的表演性质 然后让这边的空间跟人 都可以有更多的接触 是蛮好的 看过去 看过去 就可以了 跟你会 让我玩 再次创作 别人 我 都可以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